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你看也别说 作家长的还都喜欢听这句 你见过我那儿子吗 我太见过了 漂亮小伙 看见我您就瞧见他了 怎么呢 有这么一句话吗 爹是英雄而好汉 我记得您那儿子长得可比您顺眼多了 这叫清除于蓝 胜于蓝 也对 一齐萝卜 一齐菜 自己的还自己爱 我说您这叫什么比喻啊 您说我那儿子是红萝卜还是芥菜嘎呗 我是说呀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的儿子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呢 他的声音负有音乐感 哦 他在叫我的时候 虽然只用了两个音符 那听起来是非常优美 怎么这个说话还有音符 要不怎么说有音乐感呢 哪两个音符啊 都拉 都拉 爸爸 哎呀 要说您这个耳朵啊 可比您这大脑还有想象力呢 虽然只用了两个音符 他有着交响乐的身韵 抒情歌的妩媚 好似高山流水 空谷回音 都拉 爸爸 您听多美 那真是绕梁三日 余音被绝 我们敢请这位是儿子迷 哎 我迷儿子 儿子不迷我呀 怎么 他翅膀硬了 飞了 哎呦 还要这样做事让大人相信 我告诉你更严重的是 他偷着把自己的户口给牵走了 您说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要和我这做爸爸的彻底决裂 呦 您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哎 你问这干什么 你跟咱这关系老朋友了嘛 您说出来 我替您分担一下忧愁也是好的 不 现在我只有快乐 没有忧愁 为什么呢 我儿子给我来信了 哎呀 那可太好了 您赶紧的把这封信念一念 让我跟你一块分享一下快乐可以吗 这倒可以 您念念这信我听听 亲爱的爸爸 念的 亲爱的爸爸 哎 怎么就这一句啊 哎 我最欣赏这句 您啊 他不仅弥补了我们之间的裂痕 减轻了我精神上的负担 熄灭了我心头上的怒火 更重要的是重申了我们之间的隶属关系 哦 就是您又听到的那个兜拉 对对对 在那个兜拉的前面 又加上亲爱的这个形容词作为定语 犹如增添了一组美妙的旋律 通过文字的传导 我仿佛听见他那雄魂有力的南高音 还是个南高音 亲爱的爸爸 好家 您这是种噪音的是不是 容易污染环境着了 我的嗓子没有他 您流点气力还接念信得了 亲爱的爸爸 当您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远离家乡 来到祖国的边陲 我的心情异常兴奋 好像冲出了繁荣的小鸟 自由飞翔 哦 你们家是鸟笼子 你们家是养鱼缸啊 怎么说话 你这人什么全不懂 这是多么优美的文笔 你跟着搅和什么 您再念我就不言语了 这里的领导和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 他们欢迎我们把知识送到边疆 他的儿子支边去了 由于我的出走 家里可能会产生一些波澜 我想宣到过去总会恢复平静 对 我记得在我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 我们就埋下了这颗分歧的种子 我立志学地质 您却坚持叫我报考哲学系 我体察到了您的哲学头脑 您是想为我毕业流程 取得保险系数 这和您平时对我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 是多么不协调 我发现您 您是一个很微妙的矛盾题 这词还挺恰当 亲爱的爸爸 记得您跟我妈妈谈恋爱的时候 你们两口子谈恋爱的事 你这儿子怎么会知道的 那可能是我喝多了的时候 给秃鲁出来了 哎呀 我劝这个酒啊 今后您还是少喝 容易泄密 哎不 我们的恋爱史 没有什么可保密的 它还倒挺开放的 那您就公开的谈一谈 你们两口子恋爱史可以吗 您是想听我儿子的信呢 您还是想听我的恋爱史啊 嘿 你说真的 我还都想听 嘿 都不想给你听 别着 您儿子信中已经涉及到了恋爱史 您就公开的谈一谈吧 说起来也很简单啊 我原籍是北京 他原籍是上海 哦 当时我们的家庭物质条件都不错 嗯 我们受着时代潮流的冲击 于是呢 我就考上了西南地质学院 他考上了民族音乐学院 哦 这我就明白了 您常用的那个 刀啦 是受您爱人的熏陶 哎 是这意思 在一次联欢晚会上 我们偶然相遇 哈 青年人充满了美丽的幻想 青春的活力 您听这意思 哎 啊 我求爱的过程 您还想听吗 不必了 都这个年纪了 还是稳重一点好 哈哈哈哈 当时我是浪迹天涯 四海为家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 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才在天井定了机 哎 这点我就听着不理解了 嗯 您既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了 那为什么今天要反对您的儿子学地质呢 哎呀 地质工作太苦啊 那您是怎么过来的呢 时代不同了嘛 对 今天的年轻人更应该让他闯一闯 不行 他太小 哦 比您还小 对 比我大是我哥哥 哈哈 这就怕您是误解了 嗯 我是说呀 他现在 比您当时的年龄还小啊 那怎么比呀 当时我才十几岁 现在他都二十多了 你看 那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不行 他不会生活 哦 这么大个子 颜面碱面 愣分不清 是啊 有一天他妈做汤口清了 我让他抓点眼泪 结果他抓把碱面放锅里头 嗯 弄得我们全家一块洗肠子 哈哈 其实这也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说实在的 他考地制 我也不反对 啊 可是你毕业以后 干嘛非要去边疆 这城市里头又不是不能给你安排工作 哦 这个学校已经给安排了 不 我自己给张罗 自己张罗 什么单位 食品厂 行 这道得吃得喝 哎 他愣不去 对 用非所学人你干什么去呢 你先过渡一段 以后再调啊 说实在 搞科研工作 还是在大城市有条件 容易出成果 哦 可是人家孩子不去 说什么怕挨骂 怕人家骂他是后门祸 对 有人就那么一想 你说要不怎么说是孩子呢 嗯 他连在骂声中成长 这个道理他都不懂 您办的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和那个高调不够他音儿唱啊 有什么我有决心去开垦处女地 这不好啊 好什么啊 他要开垦处女地 啊 你说他是垫子上的处女了 还是乡中了那块地了 哈哈哈哈 嗯 我您把名词给分开了用啊 人家目的在于开垦 那食品厂那么些罐头呢 你开垦随便垦去吧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您是一位老地之工作者 怎么连开垦处女地的词都不懂啊 我能不懂吗 我当初就是开垦处女地的 那您这是干什么呢 我这是讽刺他 您跟孩子没有必要这样 哎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啊 为给他找的接收单位 我是求爷爷告奶奶 托人情送礼物 东走西奔的我容易吗 他可倒好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不去 我白忙着了 您说食品厂那我怎么交的 送出去的礼物还能要回来吗 谁让你给人送去的呢 那天我们人俩正式参谈 举行最后一轮谈判 我哗 我说 搜发 哎 文经长 搜发是 搜发就是儿子 好 他们家人还都有孕妇啊 搜发 现在道路已经给你铺平了 通行证也拿到手了 今天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不 就您这样强硬的态度 您的儿子能接受得了啊 他不服啊 你看看 爸爸 我不能听从您的摆布 您这是为我安排了一条毁灭的道路 我的一脑子都是矿石 您虽然我跟灌头盒一块打交道 我不去 那根本就挨不上 您是不理解我 我看家庭这个铁饭碗也应该打破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儿 在家里端的是铁饭碗 吃的是营养菜 这样只能增加我们的依赖性 促使我们的惯熟 这是对我们八十年代年轻人的好心物界 说的在理啊 爸爸 你要非留我不可的话 怎么办 我拿剪面当白糖给您沏水喝 那是干什么 让您天天洗肠子 喝 最后他彻底贪静了 几天来 我脑子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一方面是父子之情 母子怜心 一方面是祖国的召唤 四话的西药 爸爸 我知道 您跟我妈妈都不易 你们就像一对老燕子一样 闲迷雕草 想为我铸造一座安乐窝 可是我的理想 我的抱负呢 对 我今年都二十三了 瓦特 就是在我这个年龄 发明的蒸汽机 爸爸 您就这么忍心 让我成为废物鸡吗 废物鸡啊 日本影片狐狸的故事 您是看过的 老狐狸为了使小狐狸 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不得不忍心 把小狐狸赶出门外 对 这种人生哲理 您真的不懂吗 我想您会懂的 我衷心希望 您能成为那只老狐狸 哈哈 我这可没有啊 您的儿子 这可是讽刺您哪 不 这是恭维我 恭维 他说你不如那个老狐狸 不 他说我应该成为那只老狐狸 那也不好听 这狐狸是狡猾的象征啊 狡猾跟智慧是双生 怎么呢 不信你看聊斋去 是狐狸都是好样 这有的说啊 那你的儿子又说什么呢 爸爸 这几天 我一直在研究您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不愿意接您的伤疤 可是今天不能不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 造反派压令到干校改造的时候 您反抗了吗 上山下乡运动 我十五岁的姐姐 不得不独自去山沟 接受再教育 您走后门了吗 在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口号下 我跟妈妈也下了香 您又怎么着了呢 三中全会以后 您又成为受人尊重的人 现在党和国家 为往去边远地区的知识分子 提供了各种优惠的待遇 您反倒百般阻拦 我看您真有点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说得对 我在您身上 不仅看到了封建社会的遗迹 同时也看到了 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不应该有的奴隶性 说得多好啊 好小子 他敢说我身上有奴性 一点都不顾 可把我气坏 当时我一拍桌子 干嘛 怎么着 我是你爸爸 您这叫什么理由啊 我儿子也不含我 他怎么着 什么 你是我爸爸 我是你儿子 你听你爷俩多热的吧 我是你儿子是次要的 更主要的 我是祖国的儿子 你也是祖国的儿子 咱俩没有区别 哎呀 这一点呐 你们爷俩还真应该 话等着 爸爸 您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您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您是五十年代的创业者 开脱者 我正是从您身上 吸取了精神力量 才现身于地质事业 没想到安定的环境 促使您 懒惰 舒适的生活 促使您精神老化 你一点也不像我原来那个爸爸 你倒是应该听一听 你这孩子是多么有志气 好好好 你好 你是八十年代的英雄好汉 我比不了 就是啊 我是外国人的名字 怎么讲 消极懦夫 消极懦夫啊 走吧 我不挽留 八十年代的英雄好汉 伟大的青年英雄 去吧 去啃你那块处女地去吧 对对对 您哪用不着冷嘲热讽 干脆让孩子走 走哪儿去 哪儿也去不了 为什么呢 我把户口本给藏起来 这种人头准办热事 让您见笑 还没藏好 他偷着把户口牵走了 是啊 一走就是半年 秒无阴信 他妈妈成天是嗨声叹气 我也是追悔莫及啊 他也后悔了 直到我儿子给我来了这封信以后 我这才转忧为习 我们哪 全都听明白了 您再把这封信的结尾念念可以吗 可以 亲爱的爸爸 我庆幸自己的道路走对了 这里虽然艰苦 但生活充满了乐趣 更重要的是 我已经拿到了一项科研项目 我想 您一定会为我的成熟而高兴 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进取精神而欢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您永远是我的 兜拉兜拉 这怎么讲呢 爸爸爸爸 好爸爸 他还真能翻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